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丁桂主,看收看台湾新闻新闻 新闻疫情最近因为变境北斗BA4BA有本土案内来警告 台北市政府高雷民众来自第四座纪录 市里有关问题表示 为公众的概念来看 九月车疫情各种会出现另外一波的高峰 台北市透过微信局 同地所有的党组机关来自纪录 九月转的阵营检查 虎欲乎合调查的民众应该要借鉴来自第四座纪录 台北市嘴巴COVID-19也没有第四座 而且要提出有八大银等候无时间 还有到处理习大军团队住下的控制 面对新型变异的主意来设 台湾已经出现B.A.5本土国安 党用开放五十回医生的民众 医生林丸、既作林丸、还有社会教育林丸丁丁 对这些上场观众各位 外省第四座纪录住下 台北市的柯文哲也曾往任何变异 来视察住下的进行 柯文哲表示对公议的角度来看 有过在九月顶顺的大家预情的高峰 台北市已经透过微信局 来投资所有可以建立名称的机关系统 各位的进行检查 如果住下如果没有到百分之后 就会公布机关的名字又有在变角 很多我们在工会学上很担忧说 到九月初很有可能每日确准人数就超过三万 那么因为这疫苗太早打也没有用 太早打拖了很久 一直隔了超过半年以上 或一年抗疫要掉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是这样 如果我们估计敌军预计在九月上旬要出现 所以从现在开始台北市要开始加强打疫苗 打第四剂 台北市有先救护救护丹靖先表示 台北市占对六十五月以上中央有相关的垂直结果 跟民政局合作驾出第一颗垂直的名单 也留守会有第二颗第三颗名单 台北市到处理主书和机构团 替助书也持续在进行 有过在八月会还会主管三百多人 不过区公所也推动交团主义业的多人 这样有合适人的主计者 不过十人就能够去提高人合并 他们的议划问质来出入标 我们的预约的平台为了这次吹种的计划 我们特别把预约的天数 本来是每个礼拜二礼拜三 我们特别延到礼拜五 换句话说我们市民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都可以上我们的平台来预约 台北市占先救护丹靖 为了要保重十二到十七个青少年 亮相联赛的观念 东京买台币桥币荣苗达 提供12到17个青少年第一 23赛的威与 未来看众有荣苗分配 和估讯的经常 一边做一边条件开放的对象 赞金策子的民众应该要在策正 以后三个月 而且没遇上的淨头 再来出赛 另外台北市合广平 因此有往有开放各种的荣苗 在北桶人给疫苗 提供将近两万名凶 鼓勵民眾擁有助手 也不但不記得定期盡情要先駕駛 是不是有負荷這處的助手主計 前駕駛駛的時候 就要記得帶健保卡 身份證還有勝負卡 接下來也不先駕駛 來到七彩虹博的